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4号正式通知联合国要求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就此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 根据巴黎协定规定该协定生效三年后即2019年11月4号 缔约方才能正式要求退出 退出过程需要一年时间 这意味着美国将于2020年11月4号起准时退出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于2015年达成 2016年11月4号正式生效 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 即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 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6月宣布 美国将停止落实不具有约束力的巴黎协定 认为后者让美国经济处于不利位置 特朗普还曾表示气候变化是骗局 他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招致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特朗普政府频频在环保政策上开倒车 包括降低对火电厂和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要求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统计显示 从2017年1月到今年9月初 特朗普政府已经放松了128项环保法规 对火电厂和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要求